近日闲来无事,就到离老家不远的一座小寺庙里去游玩,寺里的老僧跟我很熟,看我来了,煮茶香带,闲谈间,说起山下村里的陈老伯,现在他的一儿一女都离开了他,老伴也不跟他一起居住,偶尔打打牌,还跟大家伙争得面红耳赤。 总之,现在他过得很落寞。 老僧说,一个人如果有这三点品性,那么就会没有好运气,到老了,也过得很凄凉,那么,老僧说的是哪三点品性呢? 第一,贪小便宜,不顾及情分。有一些人,总是爱贪小便宜,无论是交友,还是生活,还是工作中,都有一颗爱贪小便宜的心。 这样的人初期,别人对他不那么了解,爱于情面,照顾他的感受,可是时间久了,别人就会了解他了,原来他是这样的人。 贪小便宜的人,表面上是占了便宜,可是他们失去的更重要东西,就是友情和人品。 这两样就像是一个人的标签。人家从别人嘴里知道,你是个这样的人,都不愿意跟你交往,这样你就不会有朋友了。 很多老年人,就是一生贪小便宜,最后因小失大,失去了很多人脉和朋友,也就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,到老了,别人也不会跟他们来往,他们就会晚景过得很凄凉,按照我们农村里的说法,人活得没有胃。 第二,疑心重的人,对伴侣总是疑神疑鬼,有的人心机很重,对身边的人都不信任,连最亲的伴侣,也是持怀疑的态度,这样的人活得真累啊,他们会从一丝一毫的迹象中,寻找所谓的,证据,来证明自己的一侧是正确的。 很多时候,这种人是自欺欺人,他们只是疑心重而已,伴侣根本就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,只是他们的疑心把自己折磨得不成人样而已。 跟这样的生活在一起,伴侣是会受不了的,迟早有一天要离开他,跟他分开过,是呀,这谁受得了啊,鸡蛋里挑骨头,没有的是非,说有事情,这不是明摆住没事找事吗? 跟这样的人生活,那叫一个类啊,是个人都受不了的。 第三,看重钱财,对子女刻薄的人,有的老年人,很看重钱财,子女有钱了,他们会对子女态度很好,可是子女要是穷困了,他们就会对子女脸色很难看,有时还会刻薄地骂起来,什么难听的话,都会说得出来的。 对于这种老年人,子女们是会敬而远之的。 以前在深圳工作的时候,有一年快过年了,我要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一起回老家,他说不想回家过年,我很诧异,问为什么,他说,没搞到什么钱,回家父母肯定没什么好脸色,有可能还要挨骂,还不如不回家。 我很理解他这种心态,有的老人把钱看得比亲情还重要,这样的老人肯定会对子女很刻薄的,因为在他们心里,只有对金钱的感情,没有对子女的感情。 果然,若干年后,这位朋友在深圳安家落户了,再也没有回到过老家,至于她的父母,也就只能晚年很凄凉地跟前过了。 如果你有上面这三种品性,那么赶紧改过自新,做一个看重感情,大格局的人,这样你会有更好的生活,和更大的发展,不然你的晚年就只有落魄凄凉了。 心宽一寸,路宽一丈,人生最大的修养是包容,她既不是懦弱也不是忍让,而是查人之难,补人之短,扬人之长,量人之祸,而不会及人之财,彼人之能,讽人之缺,责人之物。 包容是肯定自己也承认他人,是一种善待生活,善待别人的境界。 在包容的背后,蕴含的是爱心和坚强,是挺直的脊梁,是博大的胸怀,心若计较,处处都有怨言,心若放宽,时时都是春天,若要计较,没有一个人,一件事能让你满意,人活一世,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安稳和平静,何必跟自己过不去。 心宽一寸,路宽一丈,若不是心宽似海,哪有人生的风平浪静。 有些事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,都要发生,有些人不论喜欢不喜欢,都要面对,人生中遇到的所有的事,所有的人,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。 愿意也好,不喜欢也罢,该来的会来,该到的会到,没有选择,无法逃避,调整好自己内心,用善良,爱心感染生活,感染人生,让我们从爱自己开始,内心的爱充满了,自然就溢出了。 当你委屈的时候,打开看看这段话吧。 人这辈子,什么事都能遇到。 心烦的事,越想越筑疾,伤心的事,越想越委屈,为难的事,越想越压抑。 生命中,有太多的事情身不由己,有太多的无奈心不得已,言不由衷,也许是迫不得已。 心口不一,也许是情非得已,看不透的伪装,正如猜不透的人心,弄不明的感情,正如独不懂的心灵,与其多心,不如少根心,与其红了眼眶,不如笑住原谅。 大事,小事,天大的事,都是过去的事,新事,就是,心理的事,想开了就不是个事。 人这辈子,啥人都能遇到。 欺骗过你的人,让你望而却步,辜负过你的人,让你后悔当初,伤害过你的人,让你失望透骨。 你可以委屈,可以痛哭,但不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脆弱,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一个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。 你万件穿心,你痛不欲生,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,别人也许会同情,也许会叹,但永远不会清楚你伤口究竟痛到何种境地。 不管新人,还是朋友,谁好谁赖,心理明白就行,不管友情,还是爱情,对你好的人,别弄丢就行。 人这辈子,要想活得快乐,就得学会简单,要想活得幸福,就得学会知足,要想活得潇洒,就得学会糊涂。 别为小小的委屈难过,人生在世,注定要受许多委屈。 一个人越是成功,他所遭受的委屈也越多,要使自己的生命获得极值和炫彩,就不能太在乎委屈,不能让他们揪紧你的心灵,扰乱你的生活,你要学会一笑置之,超然呆之,要学会转化势能,智者懂得隐忍。 原谅周围的那些人,让我们在宽容中壮大,人这辈子,要想赢得人心,就得学会付出,要想赢得感情,就得学会守护,要想赢得人品,就得学会大度。 好好活住吧,别为钱烦,好好活住吧,别为事烦,好好活住吧,别为情烦。 如果你觉得委屈了,别解释,懂你的人,不需要你解释,不懂你的人,你不需要解释,如果你觉得委屈了,别哭泣,因为眼泪流下,花落枣嘴角时是咸的,想得太多了,心就疲惫了,烦得太久了,人就憔悴了,压力太大了,健康就丢了,心情太差了,笑容就没了。 人的生命宝贵,活就好好活一回,该担当的就担当,该面对的就面对。 如果你觉得委屈了,别怪别人,没有谁故意跟谁过不去,有时,他也只是不小心或者不了解。 如果你觉得委屈了,不要到处哭喊住博取同情,别人的同情太廉价,能珍惜你的只有你自己。 如果你觉得委屈了,告诉自己,要开心,心情不发美,感情不卑微,做事不后悔,做人不愧对,就是人生的最美。 善良做人,心安一生,行好事,存好心,做好人,留好名,人生,活得坦荡荡,不求福报多深,但求无愧于心。 善良之人,穷不坑患难之友,父不忘滴水恩情。 不以贫富论人,嫌贫爱富势利眼,不以美丑断人,以貌取人小人心。 善良做人,心安一生,与人为善己路宽,与人为恶前途难,常怀善念感示善,以宽为本感人宽。 善良之人